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趙焦 截至7月28日 香港已經獲得了一個金牌和一個銀牌 張家朗拿到花劍項目的金牌 黃店最出名是秋水 張家朗奪得了金牌之後 黃店就出現了一股秋水潮 他們就出了很多騎尼的招數 想著騙黃人錢 但問題就來了 香港運動員拿金牌 關他們什麼事呢? 我們稍後就會從幾個角度去分析 為什麼香港運動員拿金牌 是不關他們的事的 前一陣子就有一個羽毛球選手 吳加朗捲入了一個黑衣事件 他在7月28日 就對戰危地馬拉選手 最後他輸了 他輸了之後那群黃絲就在那裡捏地獄 他們究竟用了什麼理由去死雞燦飯蓋呢? 我們稍後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支持我們輕輕鬆鬆找真相 在7月25日 穆加進就在Facebook上出了個post 他就貼了五加朗 他穿著黑色的球衣參加比賽 這個球衣屬於他的私人 是沒有驅旗的 穆加進就說強烈譴責羽毛球港隊成員 五加朗 沒有穿驅旗標誌的衣服 去代表中國香港出戰 而其他參賽的隊員 是有穿著整齊驅旗的隊服的 如果不想代表中國香港可以選擇退賽 他這個post出了之後 就會印尼很多人的批評 有人就說 為什麼穆加進會這麼大反應呢? 原來是有原因的 在五加朗穿著黑色球衣出賽之後 黃絲就在他們社交媒體上吹風 說五加朗是黃絲來的 黃絲在Facebook上有一個很出名的page 就叫做嘉明 他這個page是很多人like 和很多人follow的 他的post就說 羽毛球港隊戰衣 難得非悶蛋紅底八字 說他全身純黑 沒有多餘的紅 好養眼 還說 見到泱泱大國的品味 十年雨一日 鮮紅三湯金字配黃龍 就好像發財不懂得辣品 最後就說明就明 Less is more 又是玩這些嗎? 明就明 Less is more 跟著全黑 所以其實不是穆sir反應大 是因為黃絲那邊 本身就是在吹奏這件事 除了這個嘉明之外 在連登也有很多留言 就這樣說 港共竟然批穿靜黑色 有些意外 黑衣黑褲就是代表香港 這個很露骨 其實也挺露骨的 而他們這個吹奏 也得到熱血公民的黃楊達 所以認證 黃楊達就說 五加朗的黑衣事件 之所以會被人炒起來 其實一開始就是黃絲炒了 黃絲就刻意強調 五加朗是 戰衣是全黑色的 沒有紅色 故意跟中國比較 他還貼了一個連登的連結 說他們從第四頁就開始吹了 所以才會令到 穆朗那邊的人反應這麼大 整件事是有原因的 而這個風 原來從頭到尾都是黃絲吹出來的 他們認同了五加朗 就是因為黃絲認同了五加朗 是自己人 所以穆朗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那這件事就引起軒然大波了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就在27號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穆家俊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 認為他是要就個人言論負責 又指民建聯是有要求他道歉的 那麼他將這個訪問 就轉貼在他自己的page上 那樓下就有很多人罵他 那有一個就說第一次見到 那麼多黃色物體支持你 那接著有人說 本來欣賞李小姐 但穆偉根本沒有錯 為何要道歉 你身為主席 連自己人都不支持 何來得正常人的心呢 那接著有些又說 721不敢出聲支持元朗居民 現在還要幫黑暴出聲 那另一個也有說回類似的事情 他就說 19年動蕩你不出聲 天下太平你就多話說 自己人都不放過 那他又沒有說錯 在721事件裏面 我們都拍了幾條片說 他是完全沒有說過任何的話 還有黑暴的時候 我都記得他好像沒有說過話 說過話的好像只有一兩個民建聯成年 在7月28日 伍加朗就輸給危地馬拉選手 是進不了16強的 那這件事之後 他就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記者就問他 他跟心情影響有沒有關係 那他就說心情沒有影響就是假的 但已經盡量調整心態 專心去比賽 那當記者再問他 提出球衣有問題的人 應不應該道歉 他就說盡量不想再提這件事了 那就是因為穆sir之前出了個帖子 就說他 所以他那幫黃絲支持者 在他這次輸球之後 就有些賴 那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穆sir幫了他 誰說他這次一定贏 但是輸了你現在有些賴 那他的支持者就說 你看你 出完那個帖子之後 現在影響別人的心情 他們最喜歡賴地眼 然後又說 還有啊 這一點球衣很明顯是有問題的 你看人家五家朗 全身濕透了 人家對面那個 做了一張對比圖 就說對面那些汗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濕的 五家朗就濕透了 然後又說這個 五家朗穿著那件衣服 是網球衣 不是羽毛球衣 這樣也想到嗎 這樣也可以 但是其實他知不知道打網球 是劇烈運動過打羽毛球 如果你網球 其實基本上 你流汗是更厲害的 如果他真的是網球衣服 我當他真的是網球衣服 他的設計應該會比羽毛球衣服更加好 另外黃營那邊有一個很知名的人 就叫金水 在上水就踢這個水貨客 最出名的 那條粉腸就不停地 推出文章 去說五家朗這件事件 就說是否受 陶醫影響 然後他就說 加朗不多不少都有 說沒有就假的 首先他這個報道 完全是錯了 他扭曲了別人的意思 不是扭曲了 根本是由頭錯到尾 因為是否受求醫影響的時候 五家朗就說沒有 他只不過是說心情有影響 但是他就把兩個問題和答案 就像乾坤大挪移一樣 反過來說 是啊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 又是這樣說 大家看不看到五家朗不停整件衣服嗎 人家整件衣服這些都說了 他真的沒有要找東西來說 是啊 不過你看得到這麼簡單的一個報道 都可以乾坤大挪移 其他的可送性就可想而知 那陸sir就在7月28號 下午5點鐘 就在他社交媒體那裡發文 他就說很高興見到香港羽毛球隊 袍甲鮮明 戴著有香港特區標誌的運動服 在奧運的賽場出戰 早前在Facebook的言論 引起各方不同的回響 他就說他語氣有點過重 就表示歉疑 這個報道是5點05分出的 而五家朗他比賽的時候 是5點鐘 那就是說五家朗當時是看不到這個報道的 那本來一個這麼好的道歉 黃絲又要找東西來搞 他們就針對著穆sir這個道歉聲明 就說很高興看到 第一句是這樣寫的 穆sir就看到五家朗輸球很高興 但其實他們是不是忘記了一個時間性的問題呢 那五家朗就是下午5點鐘比賽的 那穆sir就5點05分發帖的 那穆sir沒有可能會知道五家朗輸球很高興的 因為都沒有結果走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那群單細胞 就很喜歡因果調轉來說 因果調轉 還有把兩樣不同的東西扭曲 一起說 互相取義 看到剛才那隻金水就知道什麼了 是啊 其實穆sir的道歉是非常之大方 還有就這件事情 就說表示協議 語氣過重 雖然穆sir那個敏感 就不關他事 是黃營吹出來的 他是有原因 所以才會這樣說 但是雖然是有原因 和黃營吹風也好 穆sir也選擇了去道歉 所以為什麼呢 香港會有大量的假訊息 和網上的造謠 不就是多得他們 還有這次五家朗輸球之後 那邊的黑記和黃絲 為了想抹黑這個事件 是由穆sir去造成的 就在吹一個風向 他就說五家朗的世界排名 是很高的 有第九名 但是對面的危地馬拉選手 這個排名就沒有他那麼高 所以沒有理由會輸的 但是其實他當年五家朗 打贏林丹的時候 他世界排名又第幾呢 如果世界排名是排在後面的 永遠都不可能打贏前面那些的話 那不用比賽啦 其實我們跟著那個排名頒獎就行了 不用搞那麼多 就是啦 所以可以看到 黃絲的智商是去到哪個位的 而且多麼懂得 找些東西 來打算證明自己是對的 簡單來說就是賴皮 這個嘉朗就十六強都入不了 另外張嘉朗就拿了這個 男子花劍項目的金牌 為香港針光 那當他拿了金牌之後 香港就有大量的公司 就跑來抽水 那這些會是什麼公司呢 不用說 都肯定知道是黃店 因為他們最擅長的是抽水 出了什麼抽水的 抽乾太平洋 那有一間就經常抽水的 call van仔apps 不開他的名字了 免得幫他做宣傳 那他抽水是抽得很噁心的 他說呢 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將會為體育學院 超過1800名的獎學金學生 和全職運動員提供免費接載 哇好像很厲害的 很厲害 還要去到2024年的巴黎奧運 說到這樣 但是話口未完之後 他就說 但是呢 計過條數之後 如果我們這樣 每天免費接載這1800位運動員 我們不用幾天就會收皮 那你這個是贊助來的 擺明是廣告來的 其實他出這個post 只是為廣告而已 他不是真的為做而做的 你贊助不起別人 你就不要說是贊助了 如果是這樣 不如我們又跟張家朗說 張家朗我們贊助你100萬 但是呢 因為我們計過條數 如果我們贊助你100萬 我們就會破產的 所以呢 所以我們都是不知了 跟他這個post有什麼分別呢 但是這樣出完之後 又會有很多人去看的 然後免費出了一個廣告 但是又不用負責 是啊 但是黑記 立場黑記 因為自己有 是蟑螂店嘛 當然是廣告 幫他當新聞去報導 所以說這個媒體的流行 根本上不用看 是啊 無緣無故一個不出名的人 說了廢話又當新聞 這樣就可以知道這個媒體 是藍燈大雅之堂的 除了那個call van仔app之外 還有一間更好笑 是啊 他就說如果你的名字叫加朗 可以免費喝珍珠奶茶 還有吃牛肉麵 真的很低能 這麼低致的宣傳抽水方法 就似曾相識 大家記不記得呢 之前台灣就是有一個日本料理 就說如果顧客的名字 是有鮭魚兩個字的話 就可以免費吃鮭魚 就是三文魚 但是那時候 在台灣真的有很多人 跑去為了吃三文魚而改名 這件事我想是台灣才會發生的 是啊 就是為了吃三文魚去改名 就是叫自己做鮭魚 因為是一個很低能的行為 是啊 但是最好笑的就是 有些人因為改得太多次名 改不回自己名字 所以有人笑他們 中國如果要修復台灣 就很簡單 因為他們原來為了吃鮭魚 是連自己的名字都可以改 是啊 只要給多一點優惠他們的話 真是和平統一很簡單 是啊 所以我們就看到 香港那幫黃店 為了抽水 就是要多奇怪 有多奇怪 但是 問題來了 其實 香港的運動員拿金牌 關他們什麼事呢 是啊 關他們什麼事呢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說 香港是叫做港共政府 是啊 現在港共政府的運動代表拿了金牌 其實你們一直都不承認這個政府 你這麼開心幹什麼 是啊 就是啊 張家朗現在是服務這個 他們所謂的港共政府 是啊 他出賽的時候 也是代表中國香港的 沒錯 是中國香港 不是獨立的香港 是啊 那你們都不承認 香港是中國的 那他出賽又贏了 那關你們什麼事呢 不是啊 完全不關你們的事 還有就是 其實應該要把張家朗批鬥 因為他服務港共政權 是啊 還有啊 現在是中國香港贏了 不是馬安山國贏了 沒錯 你們馬安山國都沒有份速戰 是啊 這麼開心幹什麼事呢 是啊 所以他們真的搞錯了 第二 張家朗拿了冠軍的時候 他掛旗上去的時候 是掛香港區旗 不是掛你們所謂的光復香港旗 和港英殖民旗 是啊 那你有什麼這麼開心呢 是啊 不關你們的事 不是你們那些旗 是啊 是啊 還有第三 就是這個是第一次 因為我們香港回歸之後 是沒有試過拿金牌的 是啊 那這次拿金牌的時候 就會播歌的 而那首歌呢 當然是我們要播歌啦 義勇軍縱行曲 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是聽這個榮光的 榮光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拿獎 播了國歌 又不是播榮光的那首歌 和你們沒有關係啊 是啊 所以簡單來說 香港的運動員拿金牌 是完全和你們那些黃絲是沒有關係的 你們不用這麼開心了 我們很開心 是啊 是啊 但是因為他們就很玻璃心的 嗯 還有他們只是存活在網路世界上 自虧的嘛 在他們虛擬的世界裡面 哈哈 他們永遠都是幻想在一個世界裡面 生活在裡面的 嗯 那當這個張家朗播歌的那條片段呢 那他們是改了它啦 哇 真的很幼稚啊 很白癡啦 是 而且很低能 是 他改了什麼呢 就把國歌的音樂 改了他們的榮光 哈哈哈 整件事是非常好笑的 因為啦 其實你們這樣做呢 就更加證明到 其實你們只是活在你們幻想的世界裡面而已 是啊 因為全球七十幾億人 都知道當時是在播國歌 而張家朗是代表中國香港出戰 但是呢 還活在自己虛擬世界 將別人七十幾億人看到的國歌 就改為自己的榮光的歌 哈哈 是啊 那麼低B呢 完全是活在自己幻想世界 是 這個呢 比起子綠維碼是更高的境界來的 自己直接說一首歌 但是其實全球幾十億人都看到 不是這件事來的 嗯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至今的全部你就不會錯意 還有沒有一條影片 還要留言告訴我 這條影片有什麼看法 最重要是廣場影片出去 令到更多黃絲知道 其實香港隊取得冠軍 是與他們無關的 人人做文書 你我也有贊 下次再說到 拜拜